阿姨你今天还要喝爸爸去喝咖啡吗 呃 不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朱布林 这是谁啊 不是那就是赛产店的销售 想让我从他那买车来着 不信你问吗 不信你问吗 又来又不挣钱 不然我们又能跟轩轩家一样 玩一样厉害的车 小宝 你不说话呢 小宝你作业写完了吗 明天妈妈可是要去给你开战会 还不要你去我要爸爸去 爸爸得上班啊 可是妈妈不好看也不上班 就让我在班里丢脸的 小宝谁教你这么说的 你还好意思问谁教的 不就是你教的吗 啊 我刚拖的地 你再拖一遍不就行了吗 你又不上班等下干点活怎么了 小宝 玩具不玩就收起来 妈妈要拖地了 我不 你不说妈妈不给你买新的了 家里钱都是爸爸赚的 爸爸给我买 玩得真聪明 你怎么教孩子呢 哎呦 姑姑你的指甲真漂亮 是吗 那让你妈妈也做一个吧 那她还怎么做饭洗衣服啊 小宝 妈妈就只配做家务吗 行了 吃饭会别凶孩子 月月快吃 嗯 嫂子 你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没办法 谁让这爷俩嘴都挑呢 你这手艺都能开小饭桌了 她就一家庭主妇 会做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了 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好好吃吃 上梁不挣下梁歪 孩子不尊重妈妈 就是给你这个当爹的学的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本来就是我正习 没有小离在家操持着 你能安心闯荡吗 小离以前工作不比你差 是为了你和小宝才辞职的 你俩只是分工不同 不是谁赚钱谁地位就高 小宝不是嫌弃你吗 从今天起 你就别管他了 让他试试没妈的孩子 能过什么日子 你再给我说一遍二十五减八几多少 十八 哎呦 不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都没讲清楚 你看着啊 二十五减十八 小宝作业我实在搞不定 要不你 嫂子可没时间 我俩约好了 今天去逛街看电影 老婆 我那么多白身衫 怎么一件都没了 我今天开会得穿 没猜错的话 应该在脏衣楼里吧 不是 爸爸你怎么没叫我起床 我给忘了 妈妈 你快送我去上学 我要迟到了 妈妈也要上班了 找你爸去 不是啊 我也要迟到了 爸爸我还没吃饭 快快快走吧 你这个月迟到早退多少次了 对不起啊 经理 你要不想干 有的是人干 带着让滚蛋 哎 下个月里 下个月里 周宇轩同学最近上课经常迟到 学习成绩也退步很大 甚至连课本都忘带 你们家长不要不当回事 哎 一年级正是打基础的时候 爸爸我饿 妈妈对不起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我现在明白了 你才是背后撑起这个家的人 我和小宝以后一定敢 不会想道个歉 就让我继续伺候你们爷俩吧 不是不是 那就好 我这份工作呢 可能会比较忙 小宝这边呢 你就多配点心 毕竟都说男孩子的成长 更需要爸爸 我这份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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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